民進黨立委提名初選正式展開 臺中市第六選區 在前立委何敏豪宣布退選之後 兩名戰將林佳龍 張溫英 都加緊腳步 把握機會爭取選民的認同 大馬路旁林佳龍手帶著白手套 側背著手提示的擴兵器 向每個經過的民眾致意 希望為電話民調衝刺 民謂扯算 民謂民調 大家拜託您 拜託拜託 謝謝 這次參選也特別提出說 新世代要來承接責任 那我也認為新時代呼喚新世代 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投入這一次立委的選舉 那以這一個清新的力量 來這個帶動國會的進步 支持者高喊動算 另外一位參選人張溫英 則選擇走進老市區 民眾還端南贏鴨湯 祝他勝選 拿出兩個人資地超級比一比 林佳龍是現任民進黨的中常委 歷任總統府副秘書長 2005年參選台中市長和胡志強對戰 獲得39%的選票 去年他更是禮葬蘇嘉全 參選縣市合併的大台中市長 妥能顧全大局 而牙醫出身的政壇老將張溫英 當過省議員和台中市長 2001年因為沒有獲得提名 退黨參選台中市長 最後只拿到10%的選票 載了一個大跟斗 縱觀來看 兩個人基層實力都不容忽視 就怕黨內的初選傷了和氣 現在唯有展現綠營團結的氣勢 才能看現任國民黨籍的 立委黃逸娇一品搞瞎 明星文中部綜合報導